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雨童 以色列摩薩德近日發布了這樣一條影片 黑暗合窄的隧道裡,一個滿頭白髮的瘦削男子 帶著幾個孩子,忙碌地搬運著各種生活物品 伴隨他們出現的,還有一個肥肥的女人 這個女人拿著的豪華愛瑪士拍金包 在黑暗的隧道中顯得不倫不類 以色列摩薩德國防軍的阿拉伯語發言人阿德拉伊宗教 19日在X平台上指出,這個包價值32,000美金 他嘲諷說,袈裟居民沒錢買東西吃 但我們看到申阿爾和他的妻子相當愛淺 沒錯,這個滿頭白髮的瘦削男子就是黑馬斯的頭子申阿爾 在被以色列消滅之前,申阿爾的淨資產達到了驚人的30億美元 視頻中,申阿爾和他的孩子忙忙碌碌,一趟趟地搬來搬去 他們一共花了多少時間呢? 讓我們看看視頻左上方的時間 開始時間是2023年10月6日晚上10點44分 視頻結束時,時間指向了第二天 也即10月7日凌晨1點32分 整個半路轉移過程一共花費了3小時 撒納阿爾為何要在這個時間連夜布局呢? 因為就是這一天,2023年10月7日 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了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 導致1400名以色列人和外國公民喪失生命 女性甚至還遭到郵論 哈馬斯當日還劫持了200多名人質 因此,他為了逃避以色列的制裁,提前從隧道中逃離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說 他們上上下下用了幾個小時 來儲備食物、電視和其他長期藏匿所需的產品 他只關心自己的個人生存 莫薩德指出,申阿爾和他的同伙 在10月6日為了自己的安全,躲入隧道 卻讓家沙人自生自滅 莫薩德嘲諷說,真是個英雄 在網絡上,很多人對申阿爾切之以備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為了保住小命 要是抱著小孩,用小孩當擋箭牌 要是在地下藏身處,逼人質和他充當獄盾 因此,以色列8月份在特勒蘇爾坦的一次行動中 差點造低申阿爾,但讓申阿爾僑倖逃脫 上個月,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在哈馬斯隧道中發現6名人質遺體 他們在以軍到達前,剛剛被哈馬斯虐殺 以色列在現場發現了幾張遺棄的餐巾紙 申阿爾用他們擦個鼻涕 就是這幾張紙,讓以色列確定 人質喪生申阿爾之手,而申阿爾就在附近 莫薩德最近公布了發現這幾張餐巾紙的現場照片 不過,申阿爾虐殺人之後,他的生命都走到了盡頭 又為他不在沒有人肉盾牌的情況下逃命 以色列軍隊於是不斷加緊搜索,逼申阿爾離開他的地下巢穴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說 我們在這裡行動的全部目標是利用某些非常精確的情報 逼申阿爾和其他大頭目離開他們的掩體 他指出,以軍就是要逼申阿爾離開地下巢穴並移動 這樣他就會犯錯 果不其然,申阿爾最後的時刻終於來臨 10月17日當日,他不能不露面 以軍發言人說,我認為他當時正在逃亡 從地下大院逃到地面房屋,試圖逃往不方更安全的大院 上50點,以色列的巡邏部隊在加沙南部的一棟建築中 發現了申阿爾和另外兩名武裝分子隨即開火 下午3點,以軍無人機發現三個人影在房子之間靜靜移動 前面兩人在前面探路,顯然第三個人是一條大魚 以軍立即向他們三個開火 前面兩人逃入一棟建築,第三個人則逃入另外一棟 事情進展到這裏,就出現了令世界聚焦的一幕 以軍無人機靈活地飛入一片廢墟 滿視塵土的建築物二樓,無人機的氣流搞起一片塵土 放眼望去,一時竟然看不出這個人藏身何處 無人機視頻中,用紅色標記框出了一個人形輪廓 他用布蒙面全身都是土,坐滿是塵土的沙發上 回頭望向無人機,他就是申阿爾 摩薩德事後公布說申阿爾在被消滅前已經受了重傷 因此,不是申阿爾不跑,而是他已經跑不了 無人機精準地聲別出申阿爾的位置,飄在他的面前大約三米左右 申阿爾碰亮了一下手中的棍,準備做最後徒勞的橫框 視頻最後申阿爾扔出手中的棍,無人機僅僅是躲閃了一下 緊接著又將鏡頭瞄準申阿爾 很多人以為這就是最後的畫面,其實不是 以色列摩薩德還發布了兩個視頻 一個視頻中,無人機從高空拍下 以軍坦克瞄準申阿爾藏身建築 一機重砲過後,巨大的煙塵向各方向噴射 第二個視頻則是鏡頭從遠處向建築物窗口望去 可以隱隱看到申阿爾上身輪廓 隨著巨大的爆炸,建築物被炸出一個大洞 申阿爾被造低後的照片在網絡上風傳 只見他捲縮在雅膩之間,嘴巴張開,頭上出現一個大洞 申阿爾的左腿膝頭外側出現了嚴重的受傷 這個畫面就是他無法逃脫的原因 幾名以色列軍人站在他的身旁 審視著這個被無數以色列人和其他國家公民 帶來恐懼和痛苦的罪犯 一名參與消滅申阿爾的軍官伊塔瑪爾艾坦宗教 周五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一則貼紙 描述了他在行動後,近距離觀察申阿爾的感受 艾坦寫道 我剛離開拉法,不久前我直視他的眼睛 申阿爾,我和他獨處了幾分鐘,看著他 一個渺小、醜陋且破碎的身影,躺在一張破碎的沙發上 艾坦表示,他想到那些已經不在的好人們 他們是阿米沙爾、賓巴、羅伊還有很多很多 陣亡的士兵、孤兒、人質和雙元 他寫道,這個人造成了如此多的痛苦 我看著這座被毀壞的城市,甚至為他們感到痛苦 艾坦說,申阿爾曾經都是個嬰兒和孩子 他有選擇,但他選擇了邪惡 他選擇了罪惡,現在世界很多了 我們不會困惑,也不會放棄 我們會一起勝利,節日快樂 巧合的是,申阿爾被消滅的這一天 剛剛好是猶太駐彭節的第一天 因此艾坦說,節日快樂 申阿爾雖然被消滅了,但事情還未完 哈馬斯面臨一個新問題 以星列時報引用沙特媒體報道 說哈馬斯害怕新領導人再被造低 準備隱瞞新領導人的身份 消息來源說,哈馬斯領導層 就其新政治局負責人的身份做出一個特殊決定 對新領導人的名字,進行保密 對於這一點,加沙和國外的哈馬斯領導人幾乎達成了共識 近幾個月來,哈馬斯的很多最高領導人 包括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已被以色列消滅 這充分證明以色列有著驚人的執行能力 自從去年10月7日開始,中共拒絕譴責哈馬斯 但在國際上卻帶頭反對以色列 這一切都被以色列看在眼內 他們對中共看起來都越來越忍無可忍 10月19日摩薩德在X平台上轉發視頻說 中共國對印度在該國開設第三個台灣代表處感到憤怒 這件事說的是台灣在印度萬賣市 開設了新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10月16日晚間,這個新辦事處正式揭牌 從而成為繼新德里和青內之後 台灣在印度設立的第三個駐外機構 中共一看,氣急敗壞 僅僅一日之後 中共叫囂要印度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以免干擾中印關係改善進程 就在中共激到跳腳的時候 以色列摩薩德在他的官方帳號上對中共 邊胡不開提邊胡,無疑是公開嘲諷 用華人網友經常說的就是 看中共熱鬧,不嫌事大 摩薩德這短短一行字獲得1700多次點讚 人民大夫,印度做得好 有人還分享了圖片 圖中兩人分別搜納中華民國和印度國旗 他說 這真是個好消息,祝他們未來成功 一位印度網友幽默地說 印度並不是想惹怒誰 我們只是專心自己的事 如果有人感到不滿 或者他們需要上一些怒氣管理課程 中共國歡迎隨時聯繫我們的外交部長 他甚至可能順便教你一些調適方法 還有人說 印度對民主價值觀的承諾 為其台灣代表處提供了正當理由 而中共國的憤怒則反映了其威權體制的不安全感 以色列摩薩德對中共的氣憤 從他幾天前發布的一個中文視頻中可以找到原因 這一視頻片段來自中共央視軍事節目 視頻中中共維和部隊附近恐怖分子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 摩薩德用英語介紹說 黎巴嫩前線的中國媒體報道稱 真主黨在中共維和部隊附近發射火箭 摩薩德發布的這一視頻證據獲得近8000次點讚 人們氣憤質問 中共國在黎巴嫩到底在做什麼 以色列駐中國大使館10月14日表示 真主黨上個月從聯泥部隊哨所附近向以色列社區 和以色列國防軍部隊發射25枚火箭彈 其中一次襲擊造成兩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喪生 以色列第146C還發現了數百件武器 包括槍枝、手榴彈和瞄準以色列領土的火箭彈發射器 這些武器存放在尼南仙附近聯泥部隊哨所 幾十米到幾百米不等的地下設施內 對於人們的這個問題 中共國在黎巴嫩到底在做什麼 一部電影可以給出答案 9月24日 中共在伊朗的電影週上播放了電影《長津湖》 電影一共連續放了5天 10月1日晚 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200枚導彈 中共在做什麼 已經超然若揭 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歡迎你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的節目每週一和週五固定播出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幫我們點個讚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